您现在收看的是非财勿扰 非财勿扰取财有道 各位好 我是徐杨 近期全球股市可以说是不大太平 进入到了下半年 无论在香港地区或是全球 包括美国股市 不少早前疯涨的客王股或是金融股 就开始出现了局部调整 尽管不少分析就认为 这一次调整是股市健康的表现 但也是着实吓到了 不少早前高追的小散户们 其实危机来临的同时 也伴随着机会的来临 在大行情不好的时候 具有上涨潜力的股票 就更容易暴露出来了 这就好像只有当大海退潮的时候 那些美丽的贝壳 才会出现在海滩上一样 许多优质的股票 此时却常常走出了 跟大盘完全不同的走势 本期节目我们就请到 香港知名财经评论员 曾元昌博士 与您来一起分享一下 股市调整之下的赢家策略 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 真正的这个大股灾 一定是要疯狂上升之后 那才叫做大股灾 如果你升幅不算很多 那不可能有大股灾 那如果你看到它突然的一个股灾 一个下跌 那你就要尽快 在股灾一开始的时候 就赶快慢掉 今天做客本期 《非财勿扰》节目嘉宾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香港的知名财经评论员 曾元昌博士 曾博士您好 我们知道在上半年的时候 港股的表现在全球 可以说也算是很不错的 累积的升幅的话 也超过17%了 不过下半年一开始 大家就看到 整个的股市也好 还有重磅的一些蓝筹的话 就开始出现了一个 调整的一个情况 不少的小散户的话 这个时候开始紧张了 所以我们感觉自己 好像是高追了一些强势股 但现在突然之间 又出现了一个调整 他们开始紧张 开始怀疑 甚至有些人 开始卖到他们这个股票 其实在您看来的话 目前上半年表现是不错的 其实下半年整体的一个情况 你有没有一个什么预期吗 也是看好 其实也是看好 这过去两天 这种芝麻利豆小事 其实是小事 你看它调整几百个点 几百点算是什么东西 跟两个点比起来 实际上是百分之二左右 那百分之二是很正常的调整 所以说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的一个调整的话 其实对于大势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上下 非常非常正常的 股市不可能天天在涨 涨一涨会跌一跌 这个非常正常 这个时候的话 这个小股民就开始想了 说这个时候是入场的机会 还是说这个时候是一个卖掉 等它调整完的机会 百分之二有什么好 就是所谓称低吸纳 这百分之二一点也不算是很 其实感觉也是个盈头小利 这个你这便宜的百分之二 根本也是盈头小利 对你所讲的 所以也没什么意思 OK所以说呢 这个现在其实在整个市场来看的话 还是比较一个健康的一个走势 对对 那你说给它赶快卖掉了 赶快卖掉你就再赌一赌 赌到还会再继续跌 跌的更多 当然市场上每一个人 有每一个人的自己的投资 或者投机的策略 我就有一些朋友 这两天不断地在买卖 可能今天早上买进来 下午就跟它卖掉 那明天又跟它买进来 又跟它卖掉 其实很多的小股民 可能分不清楚正常的调整 或健康的一个调整 跟股灾的前兆 他们之间的话 有一个什么指标性 或者说是市场的情况 很简单 股灾之前一定是狂升 17%算不了狂升 对对 百分之之就不是狂升 什么是狂升 狂升就是2007年那种情况 短时间之内就跑得很高 对对对 2007年在7月份 还不到2万点 然后到了10月份 三万两千点 那种就是狂升 然后或者说2015年那个大时代 大时代也是短短的这个五个月里面 大时代是2015年年初才开始的 然后一口气就这样飞上去 那个时候好像感觉媒体的一个焦点 也对准就是说大市 比如说A股的话 那个时候大时代 A股的话 五千点只不过是一个起点 然后上万 上可能到八千点之类的 对对对 所以当 但是你要不要忘记 这五千点是从哪里起步的 从两千点 从两千点对 2014年的年尾的时候 那时候才两千点 当时我还写过一本书 就叫做极不可思 对对对对 然后当时才两千点 然后突然跑到五千点 但跑到五千点已经涨了 就是很多了 涨了一倍以上 但是到了五千点的时候 反而整个市场传媒 很多人在讲一万点 那才是真正这个股灾的前夕 当人家把它夸张成一万点 人人都真的一万点 就好像当时这个2007年 三万点的时候 很多人都讲四万点 你看所有的评论都讲四万点 然后包括香港一些很有钱 很有钱的人自己也亲口 亲自说来讲四万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的的确切这个危机重重 这个就是真的股灾 那以今年来讲 那么才上涨这么百分之十七 它并不是一个情况 离开股灾还有一个距离 但是如果我们看个股的话 其实我不难发现一些个股 其实涨势也是非常惊人的 比如说也算这个古王腾讯也好 他升幅的话可能也超过了 就从他当时起步的那个位置的话 到现在的话可能有百分之七十以上了 比如说像银鱼的话 早前也升了将近一倍 看你怎么样衡量这个起步 去年年底这个他最糟糕的时候 是一百八十块腾讯 那一百八十块 然后升到两百八十八 刚好百分之六十 那百分之六十调整一下 也是很正常的 因为过去三年 再早我就没有什么印象 因为我自己本身三年前 才开始买腾讯 然后我自己就留意过去三年 腾讯出现两次调整 两次调整都是上涨了 百分之六十之后调整的 您觉得这个算是一个 正常的调整 对对对 因为涨了百分之六十 这个不算风牛吗 还是说是 六十也够风的 对啊 也够风的 够风的 这调整也是很正常的 OK 那另外的话我们看这个银鱼的话 就是赌博类的股份 现在其实调整一下最大的 那个比陈信更疯狂 对其实 银鱼这个浪 涨了百分之一百以上 对啊 它从十九块钱涨上来的嘛 是 涨到接近五十块钱嘛 涨到四十九块多一些 那十九涨到五十也是 第一阶是疯狂的 是啊 第一阶有点像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大时代的 A股 A股 A股当时不是从两千跑到五千 然后银鱼呢就是从十九 就得二十嘛 跑到五十嘛 一样的这个比例嘛 涨了一倍多嘛 那您觉得这个 这个时候的话 它的这个调整是正常的 还是说是 非常正常的 因为有那么大的这个 升幅 是应该调整的嘛 OK 那其实比如说 我们这个强势股 大家也都说了 其实分析强势股的话 无非是看它的这个 整体的公司业绩 还有它的这个增长幅度 还有资金是否追捧这些 强势股份 那在您看来的话 目前来讲的话 如果说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 哪怕说大势的升幅是有限的 但如果个股是疯涨的话 还会有机会 还能够继续创新高吗 还是会有 就让它调整嘛 就像刚才我讲腾讯 腾讯过去三年调整了两次 每次调整之后又再创新高 所以说如果我们抓不住 这个最底位的话 那无非我们就可以 那有两种做法 一种做法你就可以投机 投机什么 就跟它卖掉 然后低一点再买回来 但这问题是 现在已经有一定的跌幅 所以你在这里卖掉 你已经不是最高点卖 你有没有本事在 288块卖掉 没有 那你现在已经跌到260块 你再去卖掉 那你已经是少赚了一笔 那你希望它再跌 能够跌多少呢 所以你希望说卖掉之后 低一点再买回来 这种心态就是一种投机 那么你可能不中 也可能不不中 那是赌一赌嘛 那另外一种做法就由它去嘛 因为就好像刚才我所讲的 过去三年也调整过两次 那两次调整之后 又是在创新高嘛 那你就由它去调整 就让它调整嘛 如果说这个大势出现调整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更容易看出 哪些是真正的有价值投资的 或者说是真正强势的部分 过去半年里面的强势股 到现在来讲依然是强势股 实际上调整不调整都没关系了 因为强势股它本身就是显出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什么叫强势 就是它能够创新高嘛 你看这个恒生指数两万五千点 跟这个当年的高位三万两千点 比还有一个距离嘛 但是有一部分的这个恒生指数成分股 已经创新高了 为什么会创新高 就表示它是强势股 所以强势股当然有它强的这个理由 它既然是强呢 它的这个理由 就是它强的理由一天没有消失 它一天还是强势股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千万不要因为调整而 把它丢掉 丢掉之后很难买回来 可能就买回来 很多人就说我现在跟它卖掉 这样我260块卖掉痕迹 等下240块我买回来 或者250块我买回来 但问题是说 真的跌到250块你又不敢买了 或者说跌到250块你就希望它 能够再跌多一点 那结果你等它等它没有再跌下去 反而就反弹 如果更倒霉的话 你是今天卖掉明天它又回升 那回升你又不知道怎么办了 甚至在同一天里面也可能你卖掉之后 一小时之后它又回升 所以股价又升又跌 那要去投机性的捕捉 这个高低位 这个是很困难很困难的事情 实际上是在赌赢计 有些人的话可能 他会用期权的一个方式 如果出现跌势的话 他用这样的方式要去赚快钱 你觉得要去做吗 不容易 成本很重 股市在好像目前这种兵方马乱的时候 这个期权的成本很高 因为期权有一个期权金 有一个premium 就是这个溢价 你要付多一点这个溢价 这个溢价很高的 所以你要多付一个溢价去买这个期权 成本相当高 不一定会有的赚 因为期权还有一个 这溢价是来自一个隐身波铺 隐身波铺也就是说 当市场这个变动比较大 波铺不要招 隐身波铺就会扩大 扩大就是你要用比较高的价钱去买 但是当市场平静下来 这个隐身波铺是数小了 数小了你卖掉这个 他的这个溢价就小了 所以你高溢价变成低溢价 你就损失了这个溢价 所以成本很高的 这个期权是成本很高的 但是当然还是可以用 还是可以用就买保险 就给自己一个买一个 可能是一个如果是跌到这样的一个价格 买保险 不过这个保险费 我只是想讲的 买保险是可以的 不过保险费不低 不低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消费者也好 或者投资者也好的话 你要买的话 就要好好掂量一下自己 能不能就从中赚到这个利润了 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 比如说像有一些强势股 它其实不仅仅是在香港的地区可以出现的 比如说像内地 我们说A股里面的一些白马的股份也好 或者说美股方面一些强势的股份 其实在过去的这半年 跑都是基本上是跑赢大势的 那您觉得说下半年的话 随着比如说像美国的加息也好 或者说是一些风险情况的一个变化 这些强势股还能够继续强势 美国的这些强势股 基本上它的强的这个道理 跟加不加息完全没关系 那美国在强势股是什么股 是这个金融业银行 那是这个科网股 那这些跟加不加息没关系 而且对银行来讲 加息反而是有好处 加息使到它的这个利润会增加 那科网股根本就完全 就是风鸟零雾不相继的 跟这个加不加息完全没关系 那科网股主要是很多人 看好它的前途 认为它是可以每年大幅度增长 不单来一部分的科网股 在美国在我眼中 也是属于很惊人的这个价格 这个适应率这个P1 已经100多倍 已经100多倍了 亚马逊这些 对的亚马逊180倍 对对对 所以这100多倍的这个股票 我绝对不敢去碰 因为我认为是相当程度的疯狂了 所以说这个疯狂的点的话 也值得去分析的 好的我们先稍事的休息 稍后的时间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我们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 这里是《非财勿扰》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 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 香港的知名财经评论员 曾元昌博士 曾博士再次欢迎您 在股市下跌的过程当中的话 不少人会面临的一个选择 就是割肉 我们就不说现在这个实况了 比如说在过往的实况当中 如果出现了这个大的跌势 或者甚至是小的股灾的出现的话 您觉得如何来去 这个懂得给自己割肉呢 实际上刚才我已经有讲过 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说 真正的这个大股灾 一定是要疯狂上升之后 那才叫做大股灾 如果你升福不算很多 那不可能有大股灾 最多就是小股灾 刚才我也有举过例子 2007年在短短几个月里面 上涨60% 2015年也上涨的 这个幅度也是很大的 特别是内地的A股 更恐怖 上涨了150%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看到它突然的一个股灾 一个下跌 那你就要尽快 在股灾一开始的时候 就赶快卖掉 因为它只会积极往下跌 因为它过往的这个升幅太大 太大这个在这个上升的过程中 不断的有人进场 所以进场的人都有钱赚 有钱赚它就会卖 但是如果这个整个升幅好像最近的这个 只有17%的这个升幅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掌握到这17% 没有多少人有这个本事 就是准准的最低那点去买 最低那点你才有17%的这个升幅 那如果你是在中间进场 那你可能只有17%的升幅 对 那17%的升幅能够跌到多少 也就是只能够跌到7%而已 就是打回延期 因为如果再往下跌 你就不会卖掉 所以什么情况之下 人们会卖 主要就是它有利润 最大部分的人是有利润 就赶快卖掉了 OK 没有利润它灵眼死守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垃圾股 可以从100块钱跌到一分钱 那就是很多人一路死守 索到一分钱 OK 那其实说到这个个股 也会出现这个跌势的情况 或者说个股 我们看到最近的话 这个香港有很多的一些小盘股 文型股的话 也出现展仓的这样一个情况 大跌的过程当中 大家可能会出现踩踏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当然的话 这个有很多人可能在这段时间 也会尝试再去炒一把 看能不能够有机会 再去博一个反弹 对 您觉得这个基本上 博反弹的话 这个意义大不大 没有所谓意义大不大 博反弹就是拨运气 对 拨运气 对 因为它跌也不是一口气这样 对 它跌中还是会有反弹 那当然很多人就去试一试 不过如果你想试一试 记住不要丢太多的钱下去 因为这个不是拨生家的这个方法 这个只能够当成一个遗乐 就好像去周末去马场赌马 那你拿一百块钱去赌马 拿五百块钱去赌马 这个无所谓的 这个不影响你的生活 这样子一个遗乐 然后拨反弹也是一样 就是小小的钱去考 是试一试你的运气 或者试一试你的眼光 有些人认为这不是他的运气 他的眼光 那你不妨去试 但是不要把身家财产拿进去 不反弹 那这些对不行的 其实很多的股民 都是会经常犯一个错误 就是在这个炒股的时候的话 炒了炒了就变成了一个 好像自己在赌运气 或者说炒到让自己 就是在一个博生家的一个游戏 其实如何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 那就是要永远记住 这个赌博跟这个投资 有什么不一样 投资跟投机又有什么不一样 永远要记住这些基本的这个道理 但是因为赌博跟投机的话 他们相比的话有一个什么不同 赌博的话是借钱来去炒 还有一点点不一样 赌博跟投机比较 赌博呢 那你把100块钱放下去 然后开了之后 就没有了 这100块钱就没有了 那投机嘛 你100块钱放下去 变50块 变50块 还有一点 还有50块 也可能变150块 你还可以有一个机会 再等多一天 再等多一小时 看看这个150块会不会变成 这个 100块会不会变成50块 然后50 100块可能变成50块 50块会不会变为60块 这个是投机 投机也就是说 它还有 它还有一个机会 机会博一下 再回来 OK 它不是说你把100块放下去 它不会100块变成0 OK 那100块往下跌 那变成50块 50块还有机会变成60块 但是你赌博到赌场 去100块钱放下去 那就变0 一开不到 这变0了 所以还是有一点分别 这个很有意思 就把这个赌博跟投机 来去分析了一下 有很多的投资者 也会发现 比如说这样 股市出现大跌势 或者说出现一个 趋势性的下探 调整的时候的话 也有一些 比如说投资者的话 这个时候 在准备着入场 有一些的话 也在准备着说 在分析哪些股市 在这一轮的调整过程当中 的话是比较稳正的 等到市场好转的时候 这些股份率先的会反弹 其实在您看来的话 比如说股市 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您的投资策略是什么 那就是投资了 这就不是投机了 投资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股债 或者什么 各种各样的情况之下 你好好去分析 每一个个别的股票 那你去寻找一些 你认为是优质的股票 优质的股票它死不掉了 就好像刚才我讲 这个恒生指数 现在两万五千点 跟这个三万两千点 比还有一个距离 但是恒生指数成分股里面 有一部分 它创历史新高 它比三万两千点 时代还高 那表示说 表示说这些股是优质股 所以如果你能够早一点 就是说去年 就开始发现这些优质股 那你就不必担心什么 就算它有调整 你也不必担心 这也是刚才节目 一开始的时候 我说如果你持有这个优质股 这些调整是资马利多小事 就由它去 你继续持有 它迟早还是会再回去的 再会回来的 那另外一方面 有些人可能会选择 比如说我分散我的风险 就是将我的投资的金额的话 我一百块钱的话 我去分散到不同的篮子里面 比如说港股买一些强势股 美股的话买一点欧股 后来也是内地A股 也都分散一点 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投资方式的话 是一个您看好吗 正确的 这是正确的 正确的 所有的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 但是现在这个环球经济联系的 越来越紧密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如果一跌的话 比如美国跌的话 港股跟A股就跟着一块跌 当然也会 当然也会 过去每一次的 这个全球性的大股灾 就是全世界一起跌的 就像金融海啸 这个全世界哪一个地方不跌 所以这个避不开 但是分散总是比不分散好 那就算是同一个地方 就好像香港 也不要把所有的钱 去买一支股票 OK 也应该尽可能跟它分散 买不同的股票 OK 所以买分散不同的股票的话 其实在选股的过程当中的话 是不是也要注意到 就是说我们选的这个股票 到底是什么类型的股份 是高科技股还是传统类的股份 板块 板块还是这样的 所以也就是说 你在分散的过程中 也不要集中在同一个板块 就是分散在不同的板块 那每一个板块选一支就够了 选一支龙头股 龙头股就可以了 最强的那支 就好像我们讲科王股 科王股就是诚信最好的嘛 其他的可以不看了 OK 您觉得这个趋势的话 在之后的整个全球经济的 就是大发展过程当中的话 它是一个比较 就是说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就是说龙头的企业 它的利润也好 或者它的这个占有率 它垄断的这个程度会越来越高 自古以来 这个几千年来 做任何胜利 垄断胜利是最好赚的嘛 那垄断是什么意思 垄断就是龙头嘛 龙头就有垄断的这个条件嘛 是 所以买股票永远买龙头股 所以它有垄断的这个条件嘛 就成为垄断企业的这个股东 一定是好的 一定是好的 那就好像以公用 股东股来讲 因为内地的以发电来讲 内地的这些发电厂 这些股票升幅不大 它不是垄断 然后香港就垄断 香港是垄断 所以垄断它一定要赚多一点钱嘛 OK 垄断的话 它美国啊 这些欧洲更加不是垄断 因为大家互相在抢生意 因为那个网是公共的 不同的发电厂 就发电到这个网上去 赚不了多少钱的 所以垄断一定是比较强的 好的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 作员舱博士来做扣我们这个节目 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了 那我们下一期的 《非赛勿扰》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